民间乡长南路325-10号因地段的关系加上排水系统的问题 每当发生短暂的墙降雨时不到半个小时 地方就会马上积水 腌制住在家中 对此经地方澄清后 立委林静怡先员沈树珍 民间乡长陈汉立也邀请相关单位前往实地会看 那今天我们也跟这个林静怡立委还有陈汉立乡长 来到我们新街虎坑这个区域来看我们淹水的一个状况 那在上个月豪大雨的时候 其实我们陈汉立乡长已经有亲自涉水来看这个淹水的一个情形 那我们有发现其实这个无论是县府的公务段或者是说公务总局 其实在做清淤跟排水的一些测量上并没有太大的问题 但是因为受限于我们民间这边还有整个南投县的地形 地形地貌的整个影响 所以刚好虎坑这个区域是三个排水的一个交集处 先缘审数增指出目前的排水系统无法因应短暂强降雨的状况 但是会刊之后呢我们择日会再来举行一个协调会 那我们会邀请的包括我们内政部营建署 还有我们经济部的这个水利所一起来做讨论 虎坑这一段的淹水问题已经几十年都存在了 那我们到现场去看之后才发现 它刚好是三个方向最低点的一个交汇处 所以所有的水流都是排到虎坑的这一带 所以我们也希望邀请中央还有地方的资源 一起来做一个整体区域的改善 张兰路325至10号因地端的关系 盐水的问题已经长达数十年 长期以来造成地方居民严重的困扰 对此审议员也表示 希望借由中央与地方的资源共同来改善 避免淹水的情况再现 记者邱平俊 明杰湘采访报道